感谢观看,远观看此士兵的您,永远健康,幸福,快乐,科举制从隋朝大业元年605年开始实行,大清朝光绪31年1905年,举行最后一科进士考试为止,经历了1300年,科举制度的产生是历史的,必然和一大进步,它所一直坚持的是自由报名,公开考试,平等竞争,择有取士的原则,给广大中小地主和平民百姓通过科举的阶梯而入世。 已登上历史的政治舞台,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,机会和条件,正因为如此,科举对世人特别是寒门子弟,具有强烈的吸引力,这是他们唯一可以通过自身努力而跳龙门的机会,所以,许多读书人为此熬巴料头,也毫无怨悔,对于考中的近视,各朝的待遇也稍有不同,唐朝科举集立后,或是得到料做官的资格,还要通过立部考,是之后得优秀官, 相比而言,宋代的读书人是最幸福的,科举集立后,不经历不考试即可受官,宋太宗太平新国八年公元983年,北宋开始江殿市城基平定等地,将近是分作三甲,宋真总景德四年公元1007年,又班亲是近视条例,规定近视入选者分为五等,第一等,第二等约集立,第三等约出身,第四等,第五等约同出身,宋人宗天圣五年公元1027年, 时称地为甲,将近视分为五甲,神宗时第一等,第二等次近视即地,第三等次近视出身,第四等次同近视出身,第五等次同邪旧出身,南宋时有料变化, 具如字幕孟良录,在第一甲次近视即地,第二甲次近视出身,第三甲至第五甲变次同近视出身,其中,第一甲三名,分别为状元,房眼,太花,状元直接受汉林苑修转,房眼, 太花受编修,其也近视,则受汉林苑术即视,由于歌曲曲是对读书人的硬祸太大,以致有人穷行一生,就为了一个功名, 犯进中举就是非常特殊的一例,或是,那是对封建科极致毒害读书人的一种批判,其实,对于那些屡考不中的考生,皇上也是有所考虑的, 所以,在科举考试的长科,近视科,相当于综合大学考试,于智科,专门人才的选拔,由皇帝下赵林时举行的考试,偏重实用行人才的录取, 相当于理工医农专门院校考试吧,又加开量恩科,恩科又撑客走,市区别参加科举的正取生,是不按分数而按年龄来录取的绿色通道,或要够年头和科考次数,落地考生都有望进入官员队伍, 宋神宗,元丰年间,有一位73岁名叫詹文的老落榜生,参加电视时一道题都不会做,而交料白倦,他在试卷上写料记沉老矣,不能维吻也,扶远,陛下,默岁,默岁默默岁,就交倦料,正当他心灰意冷的枯作旅便时,却传来料好消息,他竟获得特别出品官,十凤中深的待遇,他被特选受官后,写料一首非常有名的自嘲诗,登科后解嘲,读尽诗诗书五六单, 老来方得一青山,家人问我年多少,五十年前二十三,宋朝皇帝对于读书人,还是怀有一点仁慈之心的,不料你能坚持,皇帝老来是会给你一条出路的,图片来自网络,再次感谢,喜欢的可以订阅哦,感激。